历史奇闻匣子 笑谈历史风云 朋友们好 我是严寒 包装 在影视剧中 都是以大公无私 以心为民的清官形象存在 不爱无杀 爱死民 铁面无私 断暗如神 但影视剧 毕竟只是影视剧 为了收视效果 夸大成分居多 那有朋友就问了 历史上真实的包装 果真是清官吗 不着急 咱慢慢给大伙到来 在1956年 考古队发现了包装墓 专家很快就发现 根据墓穴中的物品摆设情况 以及现有状况看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墓穴 从一开始 就没什么值钱的陪葬品 怎么呢 原来 这墓穴里的物品 还是原原本本 在那放置 除了墓穴周围有倒洞以外 墓穴并无被盗痕迹 这一切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墓穴中的陪葬品 不值得一道 这足以说明包装一生 十分清贫 试想一下 按照古人极其看重 死后陪葬品的观念 包装如果很富有 他的墓穴 绝不可能如此寒酸 另外 在专家打开墓穴后 竟然发现了盗墓贼 留下的八个字 包公清廉 无被佩服 盗墓贼是谁啊 贼不走空 着实让人意味 陪葬品没偷到 临走 还留下八个字 歌颂一下 包青天 不得不说 包公啊 那刚正不阿 清廉公正的形象 是深入人心 他忠于国家 心血苍生 实处后世之楷模 我辈之榜样 唯万事景仰 好 今天先说到这 下期见